好 另外继续带来看到杜苏瑞台风 预计在26级27号两天是最接近花东地区 而且也带来不容小觑的雨量 高辽变道桥从25号晚上紧急封闭之后呢 26号早上是因为受到河水的冲击 路面是出现了军裂 而玉里正公所表示 到修复为止高辽的变道桥不再开放了 请民众改往玉里大桥来通行 因应台风来袭 玉里正公所紧急召开应变中心 因为台风带来的雨量非常可观 也担心会酿成灾害 玉里正长龚文俊表示 为了民众的安全 高辽变道桥 去克山连外道路 竹林变道也都通通封闭 在昨天晚上凌晨两三点 因为陆基水变大 陆基被掏空 现在有将近20公尺 这个路段被冲毁 杜苏瑞台风预计在2627号 两天最接近华东地区 带来不容小区的雨量 高辽变道从25号晚上紧急封闭之后 26号早上因为受到河水冲击 路面出现军裂破损 玉里正公所表示 到修复为止高辽变道不再开放 请民众改往玉里大桥通行 我们也即刻的已经做两侧 东西两侧已经封桥 那目前是前面的禁止通行 那因为进到那个桥路面要进去的地方 不管是西侧或者东侧都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禁止通行的这一些路段也拉长 让民众要就是说不知道进到里面以后 才知道就是说桥是封的 那会造成车子要倒退 会发生的困难 玉里高辽大桥变道 目前是前面的封闭禁止通行的 目前玉里正东风里平顶部落 已经自主性的避难撤离 东风里活动中心合计收容18位的平顶部落灾民 时速部分已经由公所收容承办人员协助处理 镇长表示台风杜苏瑞来势汹汹 请乡亲们务必提起12万分的小心 除了做好防台准备工作 也要随时注意台风动态以及相关消息 如果有封闭路段 切勿冒险经过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